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赌撰的一只 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 是你如此的酒坛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存酒 别馋了 误了事儿 小心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 大哥 小人孔那边 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神医回答 我大哥在这把手 哪个不时想的回来找死他 你先狼崽子考虑 也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我说他他在这把手机超过来 有个猫腿在里面 有个猫腿ers 怎么会在房间 银 isso 一定要自己 没事 你怎么样 我还没有反过了 我还没反过了 这些人敢来似乎找我心修 这些人又是只盒子 这种不如放下棍巴 也托我学点佛法 这些人都不如放下棍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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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好一座破面 又有什么用呢 小老儿先走一步 当你过了前面的战斗 咱们自会再见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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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